我们第三次把这个市农工商办出来 为什么商排在最后 再理一下 市 市土 当官 然后他是管人的 人间正为大 所以说他一定是第一个 然后农 人 活着 要吃饭 要靠天 吃自然的饭 那些有口饭吃 那农业之后呢 人吃饱了撑的 开始拿东脑筋了 搞一些这个便利的东西 当然有些也是比较的必要的生活用品 但是呢 这个后来啊 慢慢的你看 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 大搞工业工业化 到后来现在商业化 可以吃掉所有的文化 很麻烦 人已经为这些东西 观念都改变了 生活 改变了还好说 观念改了 就很麻烦 华业的车马 华丽的车马 便捷的 交通 数字高阁的楼宇 太多了 过分的华丽了 人 作为一个生命体 他本身并不需要这些过度的欲望 从工业 又到商业 商业呢 本来自古也有啊 这些有些也是很必要的 互通有无啊 但是到后来 你搞的 就是工业 生活都有了 然后又还不够 看那个地方也好 去 期货可居 搞一些新奇特的 乱七八糟 所以说 搞成现在这个 它也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那回过头来 这个 还是要轮转 我们要 反思啊 人真正的 心灵快乐 所以说这个时代 还会在变 我们还是有希望 但是 要大家一起 我们 说啊 这个 把室能工商套在 命理学当中 这个 农 从这 是 这个笔节 我们靠身体干活 对吧 主要是靠身体 当然也有点技术 所以说 顺者技术就来了 工业就是技术 匠人精神 其实中国自古讲这个世人精神 现在全都是学一技之长了 但是穷人讲没办法 也是鼓励看到很多钱 花很多东西 这种风气 搞得农村 也不安分了 本来自古是 家里有块地有田产 叫地主啊 就封建了是吧 这些 这些 我一辈子不愁吃穿 不够 搞到现在 所以说 这个 从身体到技术 食伤 有些东西 就不够用 这些东西 就会有些东西 我们去做 他们是在肯定国家 肯定财量 我还是比较 太贪了 那财之后就变成官 就升官 财能升官 官跟商 怎么样 好的叫正常关系 那官之后就能升印 印就是权 但是这个印还表示很多 文化也叫印 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精神 物质食粮 你的这个衣食父母 父母文书文化学历 证书这些都叫印 现在就该缺这个 所以说过度的工业 就科技商业 这叫奇迹引巧